很多朋友关心我这个绣球花 在这个治过病以后长怎么样了 大家可以看看 现在已经开花了 别人的高度又长了差不多有一倍吧 现在叶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郁郁葱葱的 其实方法很简单 除了这个喷药之外 主要是亭子洒水了 不给它浇水就好了 这个修剪的没那么厉害 所以花开比较多 这边理论上来讲 已经过了修球花开花季节了 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个花蕊 正在一点一点的长出来 所以说它可能再过一个月吧 应该都会开出来 开之后是什么效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株就是没有修剪的 大家看到了 这开的会很冒险 这一株为什么没有修剪呢 没有生病呢 因为它太远了 浇水够不着 看来修剪花这种植物 不需要浇太多的水 好 这个视频我就 送给看过我之前视频的朋友们 也算是有始有终吧